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ingo 答对了 果然只要跟吃的有关 就难不倒熊赞 嗯 在繁华热闹的都市里 也是有静谜悠闲的角落 在无心街里的跳米古道 就是我的秘密景点 早期农民为了方便运送米粮 开辟了这条五百个石阶的山中小径 那你知道跳米是什么意思吗 恭喜你 答错了 跳是出售鼓舞的意思 也就是卖米啦 其实的松山烟厂成为今日的创意基地 2022年更荣登Google地图全球文化景点前十名 但很少人知道这里有石碑 刻着当时的《场歌》 猜猜看 石碑是在松烟的哪一侧呢 哦 你怎么知道 真是太聪明了 旅行可以用打卡拍照来记录 也可以用文化记忆点来深埋心中 在台北旅行 没有框架 没有特定形式 有的只是藏在一巷一弄 一山一角的故事 方蛮步调 敞开心扉 你会看见不一样的台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目